在國家打臂當中輸給拜仁茂尼克 因為調動太過保守,也太過持用4個進攻點的多蒙特 來到這場賽事,他們如果想追回拜仁的話一定會贏 因為拜仁都贏了5比0 他們今次是作客在聯賽綁排20位很大機會降班的帕達邦 多蒙特非勝不可 但你看回陣容,再看出場的棋位,你會發現多蒙特其實都沒有變 手援完背肌,三個中堅 阿簡治、喉姆斯、比斯、石 左右兩邊Wingback、古里路、艾斯、拉夫 兩個中場中迪蘭尼、安尼、簡恩 前面三個進攻點,巴蘭迪、新組、哈薩特 即是說變化只不過是受傷的夏蘭迪就不在樹 效果會是怎樣解釋 對手真的差不多降班的帕達邦 但今天的陣容都尚算完整 只不過少了盧森堡的右後衛真斯 用了特尼西亞的達加打右閘 其餘的位置是用開的人 包括有正選手門員 申加尼、左後衛哥連斯 一對中堅的組合是烏尼美亞、史圖迪克 4-4-2來的其實是兩個防守中場 就是舒漢盧、華斯尼、迪斯 這個一聽就知道希臘球員 左邊的中場是賀特文 右邊的中場是安域艾姬 兩個前鋒有首席射手的密巴 以及一月份回歸回來的次席射手就是斯賓尼 帕達邦認真對待這場賽事 他們都選對了戰術 你會看到一開球 只要當多蒙特的後防線拿回球 帕達邦的前面球員是不會硬壓迫的 你會看到他們會馬上收縮 所以上半場在大段時間會看到 帕達邦成功送了多蒙特入主攻陷阱當中 這球是一個清楚的說明 又是猜過半場面對問題 中堅和閘位是前後站 你中堅不是很容易找到閘位 很難透過用球場的闊度去猜過半場 所以要強行用長距離的連結 透過中路隊進去 中間密 加上長距離的連結 就降低連結的命中率 這下你可以說 就是沒有下難特打這個支點 所以就接應不到 但你始終都是用一個較高的難度去過半場 所以會比較容易失誤 用多些邊線 但邊線始終只有一隊Wingback 沒有人支援他們 結果又是要回到後面 重重覆覆很多這些環境 就是老鼠拉圍的表象 右邊去不到轉邊正常 但轉到左邊又看到 又是邊線一個人孤軍作戰 支援不了前中後三線的隊友 又容易失誤 三中後為結構 就是面對密集難以猜過半場 記得這些影片是製作時間很長 連我太太都要幫忙剪接 所以大家除了播出有聲廣告片之外 還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按廣告彈一些廣告示範出來 做完這些事情 才可以令到我公時過場的問題得以解決 希望大家幫幫忙 好,看完廣告播完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看下去 回到我們討論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之前有個兄弟留言 就是發現新組好像有少少連加特的問題 就是進了中路 跟著他做不到主角 禁區頂不夠技術 細緻度交不到直線的問題 這個畫面又真的有這個問題 你會發現新組你只需要第一時間 撞直線去右邊 夏薩特陣能夠插入禁區底線 那你做主角 那這下都叫變形 是4231嘗試破密集的 但是新組做不到主角 就做不完這個組織出去 結果就是失了控球權 斷了 所以有些兄弟就說 新組是不是連加特上身呢 不過新組現在是處於三中後衛結構 所以我會選擇體量 因為三中後衛結構底下 就不夠中場中 進攻點先天勝 就是已經要靠近些中路 而就算玩到變形 由三中堅變成4231 都是有機會新組要進入中路 艾舒拉夫上來變形做 右邊進攻點 新組就說可以拉死左邊 但是如果是古里路上來扮演左邊進攻點 一定是夾了新組進入中間 扮主角 一定是無可避免的 難道新組可以突然間 由一個左邊的進攻點 變成右邊的進攻點嗎 要他兩邊邊線不停走來走去嗎 嫌他精力過盛嗎 所以我是體諒他有時被迫要扮主角 但是連加特往往都在四個後衛結構裡 不需要變形 他都要自己進入中路扮主角 那這些就不體諒得了 我們連帶這件事看下去 新組脫了球 就被對方打反擊 一打轉頭 已見到為什麼這麼兇 原來這個就是三中後衛結構 被人打反擊的獨有缺點 三中後衛結構 在控球在腳壓過半場的時候 左右兩邊的wingback 是一定要上的 你不上的話 前面就不夠人運作了 必須要上到三十馬區域 長期後面只有三個中堅 但是四個後衛結構 左右兩邊的閘 可以維持在中線附近 和後防線近一點 也不會令前面不夠人運作 前面依然是夠人運作 因為四個後衛少了中堅 前面又多了人運作 所以四個後衛的體系被人打反擊的時候 後防線可以維持到三至四個人 最多可以有四個人 但是三中堅被人打反擊的話 後防線永遠最多只有三個人 不會有四個人 所以三中後衛結構 控球在腳壓過半場 被人打反擊的危險性 就是大過四個後衛的體系 這個也是繼續支持三中堅結構 不適合長期控球在腳的證據 這下在上半場10分鐘 尼多蒙特其實是有機會落後的 避過一劫的原因 只不過是對手的把握力真的差 按完廣告播完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看多蒙特怎樣被人打反擊 又來多個例子 壓了上去過半場 斷了籃就見到左右兩邊wingback 是結構所限 必須上去 一被人打反擊就見到兩邊wingback 無法回來 然後這次後防線只剩下兩個人 比人家三打二拍達方 還要倒三角形都幾對 只不過是可惜 他們的超級連結人實力就真的一般 如果換了給一個超級連結人 這球也是很高危的 這個例子更加是三中後衛結構 面對著密集 嘗試猜過半場的時候 所面對的問題 兩邊的wingback和後防線 就是前後期 所以後防線要拆過半場 想利用兩邊的時候 就發覺兩邊wingback和後防線真的太遠了 找不到他們交 結果一交失了 打回頭 兩邊wingback又回不來 真是被人針對著兩邊的位置 不斷被人打反擊 所以如果對方強一點的話 多蒙特今天是有機會落後了 所以多蒙特上半場要有效率 地拆過半場再組織入球機會 就不可以面對密集 必須要偶然面對對方 是衝了出來壓迫 再壓迫失敗了 這樣才有機會快速拆過半場 你看到 本身壓迫那個人 其實是要鬥著艾舒拉夫那個位 但他去了壓迫失了 艾舒拉夫變成沒有人鬥著 沒有人鬥著他就可以快速打快攻上去 都是三中堅打快攻的 不是面對密集 又或者是打反擊 這個就是對方失了 被你打個反擊 衝上去 不用面對密集 就出現入球機會 但多蒙特這個入球機會 就帶出了背後一個好吊詭的事實 原來他們本身面對密集 是要先拆失了球 又是wingback在邊線沽軍作戰 顧得前又顧不到後 顧不到後防線後防線 想拆被他拆失了 被人打反擊 是要人家的反擊失敗 回頭 那多蒙特才可以再打反擊出去 那是不是想告訴我一個故事 三中堅結構面對密集想入球 原來是要自己先拆失球 你猜做生意嗎 給人家再給你便宜 所以三中堅結構 面對密集真的很難穩定 用短傳控球再舉 唯有就是用長傳 盡快完結攻勢 你完結攻勢 就有機會被人攻回頭 所以為何三中後衛面對密集 就是要盡快完結攻勢 這個就是整個的理論 因此之後多蒙特 都是用多了高球盡快 就是完結攻勢 談完廣告播了 有聲廣告片回來 我們看看下半場多蒙特 如何盡快完結攻勢入球 安利簡恩接受賽後訪問 就說下半場調整之後 球隊有進步 其實就是半場的時候 發呼以叫多蒙特 盡快完結攻勢 不要再慢慢猜 這下能夠做到禁區底線地波 全中其實是變了形做4231才好 但是變形就不是經常做到 所以他們三中後衛結構 旅邊打開紀錄的方法 就是用了高波盡快完結攻勢 高波連結也可以暫時解決了左右兩邊 Wingback受到孤立的問題 這次沒錯 是被他們扯了underlab的空位 被安利簡恩進入禁區底線地波全中 但是用到高波始終都是面對一個叫做連結 命中率會下降的風險 就沒有短傳連結那麼穩定 高波是難拿一些容易失誤 所以這次如果 古里路拿球有少少差池 就有機會被人又打反擊 那你可不可以確保每一次拿高波都拿得這麼好 可以的,你每個球員都是斯丹尼就可以了 另外我想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當這次多蒙特用高波轉方向過來左邊的時候 對方的收縮防守區域是移動得很緩慢 突然之間是跌了Walk 轉過來之後對方是輕鬆的 但是上半場 帕達邦還沒有跌Walk的時候 其實多蒙特轉邊就沒有這麼好的差事出來 也就是說其實多蒙特下半場打開紀錄 也都要跟對方的體能突然之間跌Walk有關係 這樣才可以令到高波轉邊 這種普通的方法突然之間發揮到這麼大的效果 也就是說三中堅結構做不到短傳 用到高波必須要等對手累才有機會入球 不要忘記今天的對手是準備降班了 多蒙特打開紀錄的方法是要準備降班的對手累了 那就是說其實多蒙特都沒有什麼冠軍相 人家霸人霧尼克4231 上半場15分鐘就打開紀錄 跟著整個下半場都輕鬆可以流力踢 但是多蒙特要去到下半場53分鐘才打開紀錄 那就是說整個上半場都是辛苦這樣踢 多蒙特 長遠來說當然是上半場打開紀錄有利很多長途賽的聯賽 不過我都可以稱讚多蒙特下半場選擇用高波的種類不同了 不是用高波直接斬入禁區這種連結命中最低的名買名脈方法 而是用高波轉邊 這樣都比名買名脈少少 多蒙特幾經辛苦終於打開了紀錄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再用快攻或者反擊去拉開紀錄 其後對方也都累和散散地 所以之後的比賽時間就欠缺參考價值 你看看可以散到這樣被多蒙特去賣齋 不過這一場賽事的小插曲就是被帕達邦破彈的原因輸了12碼 但你可以看到這一下射門下去安利簡恩手掌收到身體裡 而且手掌都很接近身體 這樣都比12碼 他當然很不滿意 其實你看回頭 多蒙特對霸人那場賽事 所以謝魯美保定的動作是類似 不給12碼可以 但這一下就是說更加不應該給12碼 最後更新一些球員的狀態 我發現艾舒拉夫狀態一般 剛剛拿球很簡單拿不到 這一下轉邊拿球 有點散散的身體 有些就是跟不上節奏 結果最後就是拿不到球 或者叫做拿球出界 你會記得對著霸人的時候 他也是有些很奇怪的失誤 咦?艾舒拉夫的狀態好像有點問題 多謝各位留意今次的影片 記得要多點點點廣告 按廣告 賺了廣告 視像出來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弟的收入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多謝了 記得訂閱,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 通知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3元Patreon未今都可以幫到手 這樣就可以跟專屬會員一起參與專屬的直播 記得不要裝擋廣告程式 播了有聲廣告片 不要喵條聲 那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